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开了一个小咖啡店 他这个小咖啡店应该非常小 是在书店里的一个咖啡店 然后呢 现在呢 因为他这个咖啡店呢 使用一次性器具 没有说是什么 为了好表达 我就说是筷子吧 因此呢 被罚款了 被罚款了 那么我们这个 有一个思想家 是商务部的 出来写了一篇小文章 我可以给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思想家 他是怎么想的 商务部研究院 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看到文 这个思想家叫白明 看到文在寅书店咖啡馆 被罚款多少有点诧异 其实不是这个奇怪 其罚款本身 而是文在眼前总统创办的这家 咖啡馆书店 领导人 一般过外领导人 卸任后 都是当大学教授啊 进入战略咨询机构啊 到处演讲啊 干这个小码码的 开这个书店 咖啡店的 确实罕见 你干小码码 就会干与小码码相关的 受到相关的规矩的约束 其中就碰到了这个环保的要求 不得提供免费的一次性用品 至于韩国国内 会不会有人想借题发挥 目前来看 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但是以文在寅的特殊身份来看 这种联想啊 也存在空间 可是这个大思想家 我不知道这个白先生 你得说清楚 那有什么联想 他退休了 他有什么影响力 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是挺冲击的 挺有联想力的 对于韩国 那有什么意义 他就是他自己在那里卖铲也好 装扮清廉也好 我想韩国人根本都不在意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就是有记者去采访文在寅 他开了一个小咖啡馆 其实是个书店里的小咖啡馆 可能就一张桌子 好像是在偏远的农村的那种感觉 还是在哪里 而且他还务农 那个记者不就去采访吗 那个采访是 那旁边人就站在那里 骂鸡好像是 我们这里都这么清静了 世世代代这么清静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在这里走来走去 他讨厌 讨厌他们到那里 打破人家的宁静生活 你看 有意思吧 是吧 你就是在那里 你搞得你像个苦心生 像个修道士 谁稀罕呢 是吧 你没稀罕 先你烦 经常有记者到这里来采访他 烦是我们 打碎了我们这里宁静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对韩国没有什么影响力 评论体现了虽然人生而不平等 但是人可以建立一套规则 在规则面前是人人平等 厉害吧 也就是这个吧 你有啥了不起的 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首相 也有一个纪录片嘛 就是采访他老头踩这个自行车 普通的再也不能再普通了 叫什么叫 白白白眉毛 好像他八二多岁了 啊 你就这个呗 啥了不起啊